郭颖是在厦门打拼的台二代 目前他已从父辈手中接管下生意 主攻温度控制器等零配件 劫后开工 郭颖也忙碌了起来 他说 今年以来公司订单稳步回升 仅一月份就同比增长了150% 对于2024年的业绩 他很有信心 平时经常在车间这样子走动 订单回暖我们大概提前两三个月都可以知道 他们都有一个长期的预估 所以基本上我们从去年年底就可以知道 今年的一季度状况还不错 订单都已经回稳了 我们有序地去订料 安排生产 高中的时候 郭颖跟随父亲脚步登陆厦门读书 之后生活工作都在厦门 看好行业发展前景 五年前 他还把表弟黄玉展也带到厦门 感觉到说这个地方对年轻人的发展还是不错的 然后我就推荐我表弟说 来我们来我们公司可以做做看 试试看 感觉就是这边确实发展得很快 然后在厦门的话生活很便捷 然后整体就是觉得很舒服 所以就五年来就一直觉得 我又打算想要在这边定居那种感觉 与郭颖拼经济不同 台青王生豪计划2024年要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继续发力 目前王生豪主要负责夏门沙坡委活泰展示馆的日常运作 开工后 他正为即将到来的元宵节活动满个不停 今年我们会挖掘更多除了沙坡以外 还有我们夏岗其他的一些历史文化 尤其我们之前收集了很多一些我们当地一些史料 我也打算在我们的沙坡那尾鱼的公众号 推出一系列的这个文史专栏 来更好地讲好我们夏岗当地的一些历史股市 我们下期见